各位早晨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未來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而今天的研討會 除了邀請了不同界別的嘉賓 跟我們分享之外 其實大家都有機會去說說 大家在進來的時候 都會收到一個紙袋 紙袋裡面會有一張A5 size的卡 上面印了一間小屋 這個時候大家可以拿起手機 透過卡上面的QR Code 進入我們的系統 寫出大家心目中理想的 家居照顧服務是怎樣的 而大家所寫的意見 將會在今次的研討會休息時間 在我身後面的大屏幕上展示出來 同時我們也會將大家的意見 向相關的團體人士表達 最重要的是 大家每發放的一條短訊的訊息 將會有有心人捐出10元 給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支援有經濟困難的認知障礙症 長者接受服務 請大家踴躍表達意見 今天的研討會分為兩部份 第一部份 我們邀請了嘉賓跟我們分享 對未來家居及社居 照顧服務的意見 而中間我們安排了休息時間 之後會有精彩的短片播放 最後就是座談會 第二部份 場外我們設有服務體驗攤位 還準備了一些實用的紀念品給大家 其實在大家收到的紙袋裡面 已經隨機擺放了其中的一款紀念品 在裡面 而我們這次總共有四款紀念品 包括有致活的提示燈 落力的壓力球 適落的慢用袋 觸然的指甲鉗放大鏡 如果大家想得到我們這些實用的紀念品 就記得在研討會之後 去我們場外活樂適宜的攤位拿 好了 我們現在首先有請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總幹事 葛烈東先生JP 自歡迎詞 謝謝葛先生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很歡迎大家今天來到這個場合 NGO辦的活動都事不免要做宣傳 所以剛才又捐了錢 宣傳一下 說多一兩句 大家看看這個影片 《城市未來未來城市》 就是機構在過去一年 希望有一個給自己一個提醒 在大家同事的工作之餘 除了埋手工作時也不要只顧著現在的工作 也希望關心在一個層面大一點的 香港未來城市 究竟有什麼東西我們可以做得到 多一點的呢 設計也在中間開了一個窗 天窗 希望有更多的想像 我們的服務有很多項 於是一粒色代表我們一個核心服務 裡面的兩個字的表達 希望能夠直接告訴我們的同事 究竟我們的目的、我們的責任是在哪裡 在長者方面 我們就很簡單地說護腦 你知道香港人口老齡化 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核心服務的同事 就用了這個主題 《未來家居及四區治庫服務》 作為需要為這個社群 貢獻的其中一個環節 一個討論 這個小小的介紹 但是今天最重要的就是 跟大家提供一個機會 給我們很重要的 在長者服務界裡面很重要的人物 也很感謝他們 每個人都向出席 跟大家分享一些東西 其中香港政府也知道 長者服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2014年的時候 施政報告已經說要做一個長遠的規劃 也要求林靜財醫生 當時是安老時報委員會的主席 要做這個工作 林醫生也委任了香港大學 羅志光博士 他們會做這個研究 那個研究 大家都知道如果是在 而今年的6月底的時候 政府已經戰立了 其中有四個方針 20個建議 可能內容都是很豐富的 未必一連今天都說得了 大家應該都是很放心的 因為當時領導這個研究工作的 林靜財醫生 現在就是我們香港行政會議的成員 他也有責任去繼續這個計劃進行 而當時負責研究的羅志光博士 就當了局長 所以應該這個長者的計劃方案 會持續地再做下去 但是方案歸方案,方針歸方針 其實在執行上都有很多參與才行 實在我都覺得是困難重重的 今天我們和他一起討論 除了林志堂醫生之外 另外有幾個重要人物 一個就是香港大學 社會工作和社會行政學系的 林一昇教授 他主要做了很多政府的研究 不然有些話說,有些話不說 看看大家能不能說多一點 事實上他亦對服務非常了解 他希望在這方面 今天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 接著就是梁萬福醫生 梁萬福醫生是香港六年學會的會長 他爭取老人權益、老人服務 已經很多年了 我一出道的時候,他已經是會長 所以今天他也是我們的領導人之一 退休之後 很感謝他今天也會來 然後另外一個朋友 其實我要先介紹一下南宇喬 南宇喬就是從一個用家的角度 去討論一下未來的家具照顧服務需要 林一昇其實和我當年都是 大家老人權益出席的成員 所以現在他的形象應該都是權益性 爭取性一點的 希望今天也可以在這個角度 多一些衝擊給我們大家 另外一位,我不是太形式 不過我知道一些同事告訴我 陸永康博士對於無障礙通達的創會會長 對於這方面的研究最近很積極 所以我一定都… 因為家居或是院舍或其他社區的設計 無障礙是一個大的議題需要處理的 也請他們今天來和我們分享一下 我知道時間不太多 我今天介紹一些嘉賓 希望大家…這件事是關於大家的事 希望大家都能夠暢衰若言 為這個議題貢獻一些意見 多謝大家 謝謝郭先生 請郭先生留步 接下來我們有請郭先生為我們致送紀念品 首先有請行政會議成員 安道事務委員會主席林靜財醫生 BBSJP上台接受紀念品 今天我們致送給嘉賓的紀念品 包括驅蚊磚、驅蟑螂磚和洗澡泡 都是由治活中心入面的 認知障礙症長者協助包裝的 謝謝林醫生 謝謝林醫生 請到台下就座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稍後去到治活的攤位茶室或者訂購 我們所得的收益 亦會用來帶老人家去喝茶 接著我們有請香港大學 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是主任林一昇教授上台接受紀念品 謝謝林教授,請到台下就座 接著有請香港老年學會會長梁萬福醫生上台 接受紀念品 有請香港無障通達協會創會主席 陸永康博士上台 接受紀念品 謝謝林教授,請到台下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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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郭先生,請到台下就座 謝謝郭先生,請到台下就座 今天的時間很緊迫 我們還是快點開始了 接下來每位嘉賓會有15分鐘時間 去跟我們分享他們對 未來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這個題目的看法 另外,台下會有同事幫忙提示時間 首先我們邀請林醫生 為我們在政策層面談談 把時間交給林醫生 好,多謝大家 今早就來到這裡 商討一個這麼重要的議題 15分鐘後 是 時間到時候就圈我了 因為這個議題 其實我經常都說 是close to my heart 就是我自己 其實不用power point 不用任何我講 我都可以講一個小時都可以 不過如果時間關係 我今天真的想來聽多些意見 大家對未來的居家安老 大家有什麼看法 我也看看大家有沒有一些 比較暫身的意見可以給我們 好像剛才總幹事說 我們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已經訂立了 不過我個人比較顛覆一些 所以我訂立了 我就不以這個作為一個終點 反而我就覺得社會要進步 特別在我們各行各院的服務裏面 如果我們是關心到長者的話 其實我們是有很多空間要進步 還有我們要有一些長遠方向 給我們 還有我們也很相信整個社會的力量和討論 一個公民的社會 政府的角色只不過是眾多角色之一 絕對不是唯一的角色 所以在一個公民社會裡面的討論 創新我覺得是 我們在這個議題裡面的動力 我會跟大家分享幾個議題 如果說未來的話 就是護老、關愛、希望、愛家 其實有幾個大的趨勢 我也想引發大家多些討論 第一個趨勢就是 跟護老者同行這個概念 我們行內經常說 我們這個叫社區照顧服務 或者叫社區服務 但其實我經常說 這個字本身已經是一個錯的字 如果我們說居家安勞的意思就是 我們鼓勵和幫助長者 能夠在他自己熟悉的地方裡面去安勞的話 其實那個最大的動力 以及真正的照顧 真正的工作 不是我們在座當中的機構所做的 就算我們的服務做得不錯 其實我們所扮演的角色 只不過是一個很微小的角色 如果大家真的從事這個行業 你自己就會知道 就算你的服務怎麼做得好 如果我們說是居家的服務的話 我們只不過佔24小時裡面很少的時間 你想想我們平均一天 可能一個小時 照顧真的一個長者的時間都沒有 反而大部分時間是家人 或者他長者自己 或者他鄰居 甚或是他的鄰居 他的朋友 或者他不知從哪裡找回來的 義工或者什麼 他們的力量其實是 如果你加起來 遠超過我們無論是改善家居 什麼離院計劃 什麼加起來都是遠超過的 或者是他家裡的外傭姐姐 所以我們首先在這個概念上 我們要搞清楚 我們所做的無論是什麼類型的服務 我們頂多可以叫自己 是一個支援的工作 這個定位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這個定位搞不清楚的話 我們就經常追求 我們要做多些做多些 我不是說做多些是錯的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你做多些是做多些什麼 我們是做多些 我們是想追求的目標 是一天二十四小時 去照顧一個長者 就是我所說的傳統服務 或者我們叫做formal care 還是我們說的是支援家人 我們讓家人 是能夠真的覺得 我們這個社區是共融的 這個社區是很歡迎他們留在這裡 留在自己家裡 我們盡量去支持他們 當然是藉著我們服務的支援 但是也不要忽視我們整個社會資本 我們整個社會 整個小社區 整個家庭 無論是硬件 軟件 人的東西 或者是環境的東西 能夠讓長者很安樂 很有自尊 很有尊嚴 很有選擇 這樣留在社區裡 所以這個 我覺得首先我們在概念上面 要搞清楚 所以我每個人 我不會詳細說 因為我知道 今天行內很多同事 你們會很熟悉這些概念 但是我只是想點提式 說出 如果我們要繼續發展的時候 我們的方向應該是怎樣 但是我再強調 不是代表我們不應該提供服務 甚至我們不應該去改善我們的服務 這些全部我們都應該做 但是定位我們要搞得清楚 我們的定位 就是我們只不過是 眾多支援的系統裡的其中一個 但是當然我們的支援系統 有我們特別的角色 就是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有很多事情 我們都可以做 還有我們都應該做好些 不過我們始終都是 就是我們是一個 我們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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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我們 我們是一個 我們是一個 或者我們是一個 我們是一個 但是我們 永遠我們取代不了 她最 最愛的家人 或者最 認識她的 那位 外傭姐姐 或者特別 很關心她的 那位鄰居 那位移工的朋友 所以這一點 我是想強調的 這些是標準的 政府為我預備的 不過我很快地說一下 其實是 如果說服務 就是剛才我說的 我們的角色 其中一個角色就是 我們真的做 剛才我說的的時候 可以這麼說 近這幾年和接下來 我們不斷有新的計劃 有新的 就是我們一聽到業界 說你們有什麼意見 說我們應該怎麼改善 我們這裡有個隙子 我們怎麼 就是 就是 斷了一個隙子 又或者這裡有什麼 我們是需要再做好一點的 我們絕對願意聽 還有 反而我有時候聽到業界 很多朋友說 我們受不了 我們這麼多 就是 就是 我們 我們請人就請不到 或者我們根本沒有這麼多 專業的同事去做這些事情 但不要緊要了 我們這個互動的 就是如果大家覺得 受不了的時候 說我們聽 我們收一收油 但是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 就是至少 政府和NGO 可以做到那個角色 我們儘量做好它先 其他還有很多事情 我們是需要做的 所以這些計劃大家認識 我不詳細說 不過我這裡說少少 這些現今的計劃 其實是 我們聽多些大家的意見 還可以優化的 舉個例子 我們是否應該擴闊 不是單是低收入民事 是可以 有些照顧者的津貼計劃 是可以真的幫到他們 又或者是否可以津貼給一些愛傭 在家裡去照顧長者 這些其實全部是可以談 可以討論的 或者 甚至是特別一些認知障礙 的老人家的家人 我們是否有另外一種現今的支援 能夠給予他們 等等這些 其實我也樂意聽聽大家的意見 這些是新的了 這個 抱歉 這個 我們應該大概兩個計劃 加起來 都有7200個位置 會在接下來的日子去推出 外傭 這個我很強調 如果用剛才我那種概念 其實是整個社區去承托他們 我們做支援的工作的話 我們如何好好培訓我們 在香港幾十萬的外傭 裡面我們估計大概有10萬左右的外傭 是在照顧老人家 那這10萬個外傭 你想想我們哪裏有10萬個同事 我們哪裏有10萬個社工 但是我們有10萬個外傭 是今天實實在在家裡 24小時照顧長者 所以我們應該好好地去支援 訓練這一批的外傭姐姐 我剛剛這個星期 才去了葵聰醫院 幫我們製作一個影片 以及做一個手影 就是很好 這麼快就剩下5分鐘 我剛剛講了一個項目 我還沒講完這個項目 就是講我們特別如何支援 人人人融在家裡 去照顧有認知障礙的老人家 他們拍了一套很好的影片 以及製作了一個很好的 一個機器去教他們 等等這些工作 我們要深化、要闊 去幫助這10萬個外傭 真的在家裡好好照顧我們的老人家 這些不說了 既然時間這麼緊迫 這些全部我們都應該做 給大家看看就行了 這些長遠方向 我們應該做得更好 第二個概念 就是我們傳統社福界 我們要再擴闊一些 醫療我們不可以不行 原因是因為其實我們在講全人關懷 我們很難把一個老人家 他的健康的需要 和他的照顧的需要 是強行分割的 而我們接下來的挑戰就是 我們越來越長命 越來越長命 我們就要越來越長的時間 我們要照顧很多長者的長期病患 所以我們一定要做好 剛才我所說的這些所有的事情 而這些所有的事情 我經常都說 絕對做得比梁醫生和我好 因為你們是包括家人 包括社工朋友 包括我們最前線的姐姐 做這些健康管理的功能 絕對強過梁醫生 坐在診所裡去看老人家 其實那個道理也很簡單 我稍後會簡單說一下 所以我們傳統的社群服務 我們也要做一些轉型 其實在我們報告裡 也有提到這些轉型的想法 就是退休規劃 以及如何幫助新一代的長者 是自己能夠自己管理自己想做的事 用一個字母會社的概念 是讓他們 好像我們的NEC 是不是有很多的功能 其實是長者自己可以管理 我們作為社工 我們如何勉強他們 去做管理 自我管理的能力 這些我們全部都要做 但是特別我想提到的就是健康 健康 其實長者 她自己絕對是有能力可以管理的 只不過我們是需要給多些知識 還有我們真的能夠強勁他們 所以這一方面 其實很多我們的社工朋友 絕對是能夠做到的 還有我經常都說 千萬不要只聽醫生說 因為醫生不是最能夠了解明白 每一個人的生活習慣需要喜好 所以他所面對的困難 醫生就會給你一個很簡單的指示 你要怎樣?你要戒煙 大哥,戒煙 大家都想知道戒煙 為什麼?戒不戒到? 我面對什麼困難? 我家裡的情緒如何? 誰幫我處理? 是一系列的問題 這些問題是 那位老人家 和各位身邊支援的人 才能夠最明白、最了解的 所以這個社區健康中心的概念 就是我們很想在接下來的日子裡 在每一個區落地開發 是能夠實實際際 真的用醫社合作的形式 是幫到每一個長者 自我管理自己的健康 好了 因為現在剩下多少分鐘了 但是我無論如何都要說錢 說錢不是因為政府沽寒 不想付錢 說錢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如果我們一脈相承去想 剛才我所說的 我們的角色是一個支援的角色 是一個enabler的角色的話 其實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share the responsibility 我們一起共負這個責任 其實那個概念就是 我們不是說 我們厲害了 所以我現在幫你 所以我幫你搞定所有的東西 而是大家一起用大家的資源 用大家的能力 是一起去按照長者的需要 我們去幫他想辦法 以及我們一起去想辦法 所以接下來如果說趨勢的話 我們一定要搞清楚 我們現在在業界裡面 一個很畸形的現象 我這裡其實主要是說院舍 但是我只要今天是說居家安路 但是我也很希望大家明白 我們整體整個系統 始終有一天我們會這樣 問題是什麼呢 現在我們一個錯誌了 我們私營的市場 其實私營市場我想說 包括NGO所做的 包括郭Sir做很多的 自負盈規的服務 這些是我所說的 是非資助的服務 而現在很多在我們的業界裡面 這一類型的私人或者非資助的服務 是在服務我們最基層的市民 這個其實在各行各業裡面 沒有一個行業是這樣的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大家會明白 如果大家反過來說 我不如去養和看看梁醫生 就因為我是縱援人士 你會覺得不是吧 養和很貴 怎麼會是看我們最基層的市民 絕對不是的 原因就是因為 你在社會的結構裡面 我們是有不同的服務 去服務不同階層的人 但是偏偏在我們安老業裡面 我們就是剛剛調轉了 現在整體整個政府的政策 就是希望慢慢把整個市場 擺放在對的位置裡面 私營的 自負營虧式的 我們是真的能夠服務到一些 比較高尾的人士 他們強調可能選擇自主尊嚴 是會比較多些的 環境可能他們的要求會比較多些等等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大趨勢 我也希望怎麼提示給大家知道 這個政府是長遠會 將這個市場的定位 擺放在對的位置裡面 現在確實是有些政策 是令到市場倒置了 所以我們需要將那些政策 改變回來 好了,這個最後了 所以我也不會過時很多 就是科技 科技是一個大的趨勢 我都鼓勵當中我們業界的朋友 你睡不著覺 你要想也要想科技 因為以往我不敢這麼說 但現在的科技 絕對是有這個能力 幫到大家的工作 舉起其實幾個簡單的例子 要去醫療,Telemedicine 我們剛才說的醫社合作 不是想像中那麼困難 我相信在未來很快 你們淋淋種種很多類型的家居照顧服務 我們都會跟醫管局有聯繫 而我們都會希望醫管局的醫生 是真的到最後他們的把關 藉著搖他的醫療 舉個例子 你現在在順利村 照顧著一個長者 你去到他家裡 你發現一個問題 現在可能你只有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叫他去急症室 但我希望日後 我們不需要這樣 因為我們急症室已經排大長龍 還有很多的醫療 其實是可以在居家的環境裡 是能夠做得到的 今天我們偏偏香港 我們是反過來走的 我們醫院的入住率是越來越高 還有我們直住去急症室 然後入院的率都是越來越高 這個跟整個世界醫療的趨勢是對的 整個世界的醫療趨勢是說 家居式、日間式的醫療 不是住院式的醫療 但偏偏香港會反過來 原因是什麼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Telemedicine做得不夠好 所以這是一個大的趨勢 所以大家在硬件、軟件上 要預備好這個世代的來臨 另外就是IoT 其實一樣 今天的IoT技術已經很便宜了 所以是怎樣能夠在家居裡 去24小時幫助長者 觀察他身體的需要 這方面其實是有很多科技 我們可以形容的 大數據,藉著大數據 你們正在照顧數以百計、數以千計的長者 藉著大數據 其實你們是可以很容易 圖案到每一個長者的需要 在你未知道他出現問題之先 其實你已經藉著科技 可以知道他的問題 我在想著和和一些人在研究著 我們有90%的認知障礙症的老人家 是未得到一個正式醫療的診斷 但其實藉著大數據 可能我們的診斷是可以早一個醫生 是診斷可能幾年的時間 所以等等這些 其實絕對我們是可以應用的 人工智能更加是 我們是可以應用在我們的行內 還有現在 其實大家在做很多工資的事 可以送飯 去他家裡去照顧他 幫他洗澡 其實藉著AI 可以讓你們的工智能 很輕易地增加那個效率 20-30% 這些其實全部藉著科技 大有可能是可以做到 所以我鼓勵大家 多些應用科技 所以這些我已經說了 所以我就不需要再說了 所以就是thank you 好,多謝大家 多謝林醫生 請到台下就座 接著我們有請林教授 就學者的角度 跟我們講講今天的題目 我講話沒有林醫生那麼淡定 而且偏向講話比較快 通常越講越快 但是好處就是在15分鐘 可以放很多很多東西進去 這個不好處就是 學生不明白就另一回事 今天嘗試 我想過這個題目的時候 就想一下究竟我們說些什麼 可能有些不同的朋友 在不同的場合 也可能聽過我說過 一些數據或者其他東西 嘗試不說那些東西 我就問自己 就是未來家居及社區 照顧服務裡面 其實我們在說些什麼 我用了一個題目叫做 真安道服務 這件事 怎麼為是一個真的安道服務 嘗試就是 搞起一點點水花 希望大家有機會 詳細地 一會兒分享的時候有機會去講 這些東西可以不用說 只是想提醒大家 香港是最老的 在整個世上 最老的意思就是我們最長壽 但不是年紀最老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年齡 即是六、七十歲的那些 即是六十、七十歲的那些 所以將來九個挑戰 不僅是老人家人數多 而是那些年齡 即是85歲或以上的那些很多 我自己家裡 我爸爸九十頭 我媽媽八十中 兩個都拿著拐掌 其實也看到 剛才林醫生說外容 我家裡很得意 我爸爸媽媽有六個子女 即是有六個家庭 六個家庭裡面 連一個外容都沒有 這個另外在香港的股市 是挺特別的 即是六個家庭 連一個外容都沒有 換句話來說 即是我們都在挑戰著 現在我媽媽就和我 我爸爸在內地 有些小生意 所以留在內地90歲 他在內地 因為他以前是在內地下來的 這個productive aging 我媽媽就和我弟弟在新界住 所以暫時還有這個照顧 另外一個也不用說 我們經常想將這些劑民在一起 就是遲一點 其實二十年之後 二十五年左右 三個裡面有一個長者 換句話來說 我們設計的服務 我們不是設計給一堆很少的人 我們設計給我們 在社會裡面三分之一 甚至是以上的一個群體 我們不是看一些 我們要怎樣去安排 給他們一些例子 讓他們可以生活得好一點 他們是一個主流 在社會裡面 我們也說了很多 以前也說 其實我們另一個最大的挑戰 就是沒有人 即我們將會沒有人 但沒有人的挑戰在哪裡 不僅僅是沒有人去照顧長者 如果我們想保持我們的生活質素 即現時的生活質素 我們的經濟要繼續向前走 雖然可能發展會慢 會向前走 我們面對的挑戰 就是如果我們一個長者 對1.8個工作年紀的人口 我們究竟在勞動力上 要怎樣分佈 一方面我們越來越多 長者需要照顧 但另一方面 我們不能抽太多的勞動力 去照顧長者 因為我們仍然有人要駕巴士 有人要做徐司 有人要做匯計師 有人要做醫生 有人要做警察 有人要做消防員 當你抽了一個人 去了某個地方 你就會少另一個人在方面 那我們怎樣取得平衡 我們不想因為一個年紀老化的社會 令到我們的生活質素 大量去減低 我就開始問 甚麼是真的安老服務 我就查字典的安字 怎麼解釋 最簡單 安老服務 安字很重要 老服務這三個字 不用怎麼說 安字是最重要的一個字 安老服務 字典其實很簡單 我查了不同的字典 這個概念 《維基》這個比較多 它可以說是安定 可以說是平安、安全 對生活、工作感到滿足和合適 在社會上 或者在單位中有一個合適的位置 可以說是安裝、設立 我查了一些藍色的 我覺得和安老服務有關係 究竟我們想給一個怎樣的社會 老人家 是一個他會覺得安定 這個很重要 安定 安定是甚麼叫安定 現在我們喜歡自由行 不喜歡參加旅遊團 因為旅遊團其實不安定 早上六點多祝你起床 趕快去吃完早餐 然後推你上旅遊車 然後慢慢看不同的地方 自由行就不是了 尤其是你去那些空間 你睡到九點起床 沒有人坐在你 沒有人理你 你十點下街去咖啡 喝杯咖啡 吃了早餐 沒有人理你 你可以整天不做任何事情 都沒有人理你 我猜甚麼是安定對長者 如果有一個制度 長者經常被人推去A、B、C 它不會感覺到安定 第二部分我們說平安、安全 長者究竟在她自己的家 或者在她自己的社區 一直這樣去年紀大的時候 她是否感覺到平安 是否感覺到安全 我想用一個字的感覺 其實安全、平安是一個很大的感覺 而長者決定去不去安老院 或者想不想其他服務 那個感覺是很重要的 如果她感覺不平安 無論你跟她 We are sure 她甚麼都好 她都是想去另一個地方 第三部分就是 長者對那個… 又按錯了 對那個生活或者工作 沒有工作 但她在社會的角色 包括她照顧 一個老的婆婆 照顧她的老先生 或者反過來 不要那麼性感 可能老先生照顧老婆婆 對她的生活有一個滿足感 那個很重要 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在安老服務裡沒有說到 那個長者對她的生活 我們會問你對我的服務 會不會滿足 我們很少會問你對你的生活 會不會滿足 但是我們搞那麼多服務 是為了甚麼 為了長者的滿足生活 我們太集中說服務會不會滿足 我們反過來沒有問我們做的 是否令長者的生活 是否滿足 她在社會上 是否有一個合適的位置 當她退休後 我們是否優惠了她 放在一邊就算 找個地方給她 參加閒語活動就算 我們在社會上 她是否有一個合適的地方 如果我們用這個 去做一個評審工具的話 我們會問究竟 香港是否有個真的安老服務 香港的安老服務 是否達到剛才我們所說的 這就是香港安老服務 暫時來說 我們特別是長期照顧 譬如我們做很多事情 林醫生剛才說 我們有其他 即是長期照顧以外 我們有其他事情 例如現在暫時 我們的DCC、NEC 不是在長期照顧的體系裡 我們社區的Empowerment 和長期照顧也是分割的 如果你說在政府的架構裡 例如在社會福利署裡 我們有一個長期照顧的AD 彭姑娘 我們有一個AD 做康復服務 兩個都跟長者有關 但我們沒有一個AD 去負責其他事情 剛才說安老服務的安 我們沒有一個AD 去負責 不僅是長者 你說殘疾人士 或者其他有需要的人士 我們很多時候 用一個服務的架構 服務的體系 將社會福利署所做的撥款 所做的服務規限在那裡 這個我不常說 大家… 又是錦仔仔 不…對不起 不是錦仔仔 大家很熟 大家很多都是業界的同事 這個我用回剛才說的 四個規定 去看看我們是否有一個真的安老服務 究竟我們現在是否現有的服務 是否一個真的安老服務 我不斷地去挑戰這件事 那我們的服務 是否令到長者的生活會安定 他需不需要 整天會想想 就像旅行團那樣 今天也不知道明天去了哪裏 被人知道了起床 就推了不知去哪裏 下午就不知去哪裏 還是他可以很自由自在 好像自由行一樣 我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 第二件事 是否他覺得平安 他覺得安全 他覺得安全 在他的社區裏面 第三 如果他有需要幫忙的時候 他在哪裏拿到的幫忙 我們幾年前 幫這個Housing Society做過一個研究 我們就follow了12條 那些屋邨 其中有四條屋邨 那個屋邨裏面 有一個DECC 主要是有一個DECC 有時是有一個安全隊 在裏面 我們發現了 有沒有一個中心 是影響到長者想不想進去安律院 即是安律院社 我們問了長者 明明你說DECC 不是掌握區域 不是掌握區域 很大地方 為甚麼 其實無論那個村裡 有沒有一個長者中心 其實他也會遮蓋 他在旁邊的村子也會遮蓋 給你的村的DECC 那個掌握區域 但為甚麼村裡 有的屋邨是這麼重要 我們問 他們很簡單地回答 Focus Code裡面 其實我有甚麼事 我走到下面 姑娘會幫到我手 很簡單 但其實你不在這村子 姑娘也會幫到你手 但他看到 在他附近 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中心 去幫到他手 很重要 剛才林醫生說的 地區裡面 有一個健康中心也好 甚麼中心也好 去幫到他們 就是每個小區裡面 很重要 我們現在 我們不把NEC DECC 擠入一個安腦服務 即不擠入一個長期照顧 那個系列裡面 他們沒有一個責任 幫長者 在社區裡面 居家安腦 這不是他們的責任 但如果我自己會想 每一個小的社區 我不是說到DECC那麼大 我不是說到NEC那麼小 說到一條屋村這麼大 裡面 有一個中心 我不要叫他 不要理會叫他 什麼名字 不要理會叫長者健康中心 簡單一點 我自己會說 一個英文名字 一個中心是推廣 獨立生活的 一個中心 給老人家安排 幫他們 在社區安腦 他們知道 其實走下去 兩三分鐘 或者五分鐘 他們可以走到一個地方 他們可以取得 適當的資料 我相信 這個對長者 我自己的另一個項目 就是和馬匯一起做 做Age Friendly City 那個項目 我們也一直強調 一個原因 一個大埔區 對長者 或者觀塘區 對長者太大 對它來說 沒什麼意思 在大埔區裡面 大圓村可能有意思 一條村裡面 它的生活環境 或者一個大埔區 有意思 大埔區 依然不大 所以我們在設計服務裡面 其實真的要有一個小的社區 是很重要的 小的社區裡面 互相支援的網絡 是很重要的 現在我們 究竟長者 是否真的有這個選擇 安勞、安心 究竟在服務上 是否真的有這個選擇 還是它是參加旅行團 你只是一個套餐 你報名之後 你裡面沒有什麼選擇 你可以選擇報不報名 但如果你沒有什麼資源 你去旅行 你一定要報名 其他東西沒有選擇 第二就是 我們的服務現在是否真的 以長者、意願為中心 為衣龜 我們可以用一個套餐 賣了旅行團給它 但裡面是什麼呢 它也是沒有什麼選擇 第三就是 我們現在有一個項目 就是資源很多時候 放在長者不需要 或者不喜歡的地方 另外最後是長等 什麼都要等 在香港 一個什麼真 如果你把剛才的東西 反過來 我會問一下 什麼是一個真的安腦服務 是不是 我覺得 首先就是以長者、意願先行 提供真的選擇 推動真的居家安腦 說得很容易 我經常說 在外面喊口很容易 但實際上 怎麼做這件事 是一個挑戰 資源篇很簡單 大家知道 政府在70年代 開始已經懷疑居家安腦為中心 但我以前學社會政策分析的時候 就不要聽政府說什麼 或者不要聽政客說什麼 就看錢去哪裡 很簡單 就是跟著錢 但你看到 香港絕大部分的錢 其實是擠在院舍裡面 我以前有些報告都說 但其實院舍的錢是多於 這個安腦的錢 雙倍以上 你看到的就是 那個投放可能適合 六、七十年代的長者 那個長者很多時候 在大陸走下來 香港沒有親無故 他們可能五、六十歲想搬去一個安全、安居的地方 對他們來說 進去院舍是一個安全、安居的地方 但現在的長者不是這樣的長者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資源運用 我又不詳細說 近期的發展 還有三分鐘左右 兩、三分鐘左右 剛才林醫生也說了一些 社區服務卷 可能你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就是剛才林醫生說的 很多新的部分 就是我們幫政府做考慮 包括了社區服務卷 包括了保護保護 包括殘疾人士那邊 和長者 剛才那個智友醫社 都是我們在幫政府做的評估 中間的好處就是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學到很多 學到很多東西 亦都令我們反省很多 怎樣才是真正的安老服務 社區照顧卷整體上 大家都知道現在是第二層 那個反應很好 我們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當時我們做了一些 在座的是社區照顧服務卷的 我們問一些社工 很多是社工 有一點護士 我們說如果你爸爸媽媽 需要服務的話 你要社區照顧服務卷 還是要傳統服務 九成幾 差不多100%的同事說 社區照顧服務卷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指示 究竟 他們是最熟的社區照顧服務卷的人 我們問他們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服務卷 一個很簡單的說話 有得選 就是這樣說 他說如果我爸爸媽媽需要的時候 我有得選 我有得選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低收入家庭護老者 身會津貼 我們學了很多東西 但學到一個最大的課程 是什麼呢 給錢 alone 是不夠的 你給錢 他給了二千元 是否幫助他照顧得好一點 答案是不是的 那個服務的配對是最重要的 其實如果你有了錢 他有得選服務 這是最重要的 但如果他沒有選服務 你給錢 沒有意思的 這個遲一點 真的有很多事情 因為現在還在做 那就不要說太多 所以那個問題就是 是否給錢 就可以有真的安老服務 我現在說的答案 其實不是的 就算錢跟人走 你的錢跟進社區裡 跟進老人家 這不是一個真的安老服務 真的安老服務 是有兩個方面的 一方面 錢是需要到用者身上 令他有選擇 但另一方面 要有真的選擇 換句話來說 社會裡的真正的服務 可以讓他選擇 那些真正的服務 可能是從哪一邊來 一方面 我相信傳統服務 是一個選擇 不是每個長者 或者家人都適合 使用錢跟人走的部分 特別我們看到 如果你家裡 有些讀書的小孩子 通常來說錢跟人走是好的 社工 如果你的兒子女女 是社工的 或者錢跟人走是最好的 但如果你的兒子女女 是一個地盤工人 沒有讀書 或者是中小學程度 特別是再低一點的 錢跟人走是有點困難的 所以一個good mix of services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自己會說的 就是長遠目標 錢跟人走 其實是一個好的第一步 但我們不要忘記 錢跟人走的另一方面 就是提供服務的選擇 令到服務選擇多元化是很重要的 令到那個長者 除了他選擇哪個旅程 原來進入了那個旅行團 他裡面還可以選擇 可以更加多元化 不要說你要不就是自由行 要不就是跟旅行團 現在多了很多 電視廣告經常都有 你自由行也要有人幫你設計 你自由行 不是你自己買了一張機票 你要訂一間酒店 你走去得開心 是吧 有人可以幫你設計 你自由行 怎樣買票 怎樣玩法的行政 會最安心 是吧 將資源直接投放 在社區和家庭 讓服務和照顧 更加到位和個人化 是重要的 是重要的 第三部分 就是 這個小小我們的 conflict of interest 因為我們在幫政府做統一評估機制 但一個統一評估機制 去決定資源 如何投放在哪個獎者身上 是重要的 現在的套號的做法 就是由獎者決定去拿 就是很大的套號 這是有些比較奇怪的做法 特別是如果是公帑 如果是私人的錢 當然沒問題 如果公帑決定的大小 由服務使用者自己去決定的話 這個邏輯是有點奇怪的 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當你錢跟人走 或者當我們更加個人化的時候 我們需要有一套指標 我們怎樣去保持 或者保持一些伺服務 我們一方面可以說市場 可以篩走一些不夠質素的伺服 但是只是靠市場機制是不行的 我們需要有一套客觀的標準 去看到在市場裏面 不同的伺服提供的質素 用一個機制去篩走一些不夠質素的 我們其實要打破訊息不對稱 意思就是永遠 供應者知道的資訊 多於使用者很多 我們有什麼辦法很有效率 剛才林醫生所說的 技術幫助很多 有什麼辦法去打破資訊不對稱 我們英文叫做 資訊不對稱 這是很重要的 剛才林醫生所說的共同承擔 我們怎樣去砌造一個家庭社區和政府 共同承擔的一個長期照顧系統 是重要的 我猜我自己預備了的 一個小小的反省 是基於我們以前 在幫政府 或者我們在研究上做到不同的事 希望這個是拋磚引玉 希望大家有多一點機會 可以有一個討論 多謝大家 謝謝林教授 請到台下就座 謝謝林教授 接著我們邀請梁醫生 幫我們分享一下今天的題目 不知道梁醫生 對今天的題目 又有什麼看法呢 很感謝唐彩營的邀請 今天我會跟大家說 其實從我個人的角度 我從事老人的服務 以及這麼多年裡的 在醫療裡的體驗 我們看看究竟 大家想今次去研究 未來家居和社區照顧服務 其實香港已經做了很多年了 其實香港在安道服務的歷史 亞洲地區 其實講一首一字 我們1970多年已經開始有綠皮書 這個其實是我們的什麼服務 說真的去到全世界 原來我們香港有這麼多事情 不過主要問題是什麼 所有人都在這裡等 無論等公屋都在等 等社區照顧服務等 等安老院社都在等 其實很多服務都是在等的 當然正正反映著很多時候 我們在社會服務 這麼多年以來都說 未必政府全部都供應了 不足之處 存在很多在資源方面的問題 我想整體 整個政府 由殖民地時代到現在 有沒有去改變我們怎麼看 社會服務的資源投放 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麼多人 新任的特首就是 希望改變財政司司長的考慮方法 我經常都說 香港不是由港督或者特首管理 是由財政司司長去管 因為他不給錢 你不用做 所以梁振英那時候 財政司司長不給錢去做 那是對的 所以很多人沒得做 我想大家在這個基礎裡面 考慮很重要的 我們從事這個 公眾政策研究裡面 其實都要看資源來 從何而來 很簡單 其實那些是第二張PowerPoint 接著都沒有了 唐昌仁追求我 沒有PowerPoint 我說PowerPoint沒有 我想知道林醫生和兩個林 都會有更多資料 其實我和1,2,3,4,5,6 這幾個項目裡面 去跟大家分析在未來 就是我們怎麼看社區照顧 與院護照的關係 第二個就是我們長期照顧服務 需求變數 第三個是人口老齡化 對長期照顧服務的挑戰 第四個是在其他地區的經驗 我們怎麼去考慮呢 第五個議題就是 究竟我們社區照顧服務 是否在解決長期照顧服務的不足 我們未來希望怎麼走呢 剛才林醫生和林一昇也有提到的 其實我會首先說 社區照顧與院護照顧的關係 其實很簡單的問題 你老了是不是有老人院 30年前到現在 都是叫大家舉手 沒有人舉手入老人院的 30年前也是 為什麼這30年來 這麼多老人家入住老人院寫呢 這是很值得反思的 我們去任何場合 公共教育 我從事超過40年的義務工作 我們接觸的長者 其實個個都不想入老人院 其實我入了老人院是客觀事實的 我們要思考客觀事實 不可以派主觀去想 政府想這樣就可以了 想家居照顧 是不是可以呢 原來是困難在這裡 所以 我們要想一下 其中什麼原因呢 當然我們為什麼會偏高 我們正正就是社區照顧服務 是不是應付到長者 真的覺得他要照顧的需要 我想在座大家這裡 應該有一半的參加者 都是從事社區照顧服務 回去想想一下 其實如果你老了之後 你的需要就是去不到廁所 那你現時的社區照顧服務 能夠幫到你嗎 能夠幫到你是舉手 沒有人舉手 是能夠幫到你去到廁所 我作為一個醫療提供者 其實大小而變 是一個最重要的個人需要 每一天可能要去六次至八次的洗手間 如果你是一個獨居的人士 你怎麼應付這件事呢 我最好用一個尿片 也是要換尿片 你換不到尿片又怎麼辦呢 那麼多人我們平時說科技 有機械人來 幫你拔那條片去 這是可能的 不是天荒夜談 這是可能的事情 所以大家想想 其實現時你沒有辦法可以 因為真的幫到你自己的時候 就是社會的人士 必然是自己的選擇 你一定是 選擇是甚麼呢 有24小時提供服務的地方 24小時提供服務的地方 就是當然院舍 那麼多人 這個院舍哪裡來呢 那麼 我們的醫院裏面的同工就說 我們有醫務社工在那裡 那個人家要出院 那他們不能回家 那怎麼辦 最簡單的 這幾十年以來也是 那麼就介紹進入老人院 那麼老人院 除了排隊之外 第一時間也進去 最快可以進入到老人院在哪裡 那當然是私營安道院的 這是必然的 那麼 那麼剛才林醫生說的 那麼我們進入私營院社 其實在外國的私營院社 一般是五星級的 香港的調轉是一星的 你排五星從一星 香港私營室是一星的 去到三星就很加細 那麼一星 那等於甚麼呢 其實我也反對一星的 一二三四五六星其實 在酒店裡是說泳池而已 說一個facility physical facilities 是說內容 不是太說內容 我們說個人 照顧我們是說內容很重要 所以這個值得去構思的 其實就是當我們的平衡 剛才Terry說得對 如果我們現在說 香港政府其實只給了二萬六千個位置 大家聽著要記住 不是六萬多個位置 是香港政府給錢 是二萬六千個安道院社的縮位 我們給同樣的數字 的社區照顧服務的數目 就是我們給了二萬六千個名額 以這個院社照顧服務的名額 是一樣的話 其實已經在改變社會 這個又是回頭 為甚麼不可以實踐呢 只要下年的財政預算案 由現在的數目 接近約束一萬角 提升到二萬角 其實已經社會改變了 這個就是我們如何去 很積極去改變 那麼多人有沒有這樣的 有什麼facility 有沒有人手 要考慮 但是其實如果我們很大幅度的改變 就是說當一個獨居的長者 他選擇留在家裡 你提供的服務 是相應到他願意留在社區裡 自然會有 我們在院社的需求就大幅下降了 可能私營院社 可能要收拾了一半也不行了 那些人手便去到社區裡 好 另一個我要說的就是長期照顧服務需求的變數 這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們未來人口改變 很多時候我們就去想一下 我們要掌握這個變數 要認識人口的改變 長期照顧服務的變數是甚麼 就是公靈人士分佈的情況 我們從任何研究 都發覺一個85歲以上的人 有20%的機會需要長期照顧我 所以這個就是當人口結構性的改變的時候 我們要掌握結構 不是65歲以上等於5%那麼簡單 其實 當其實我們就是 就是說如果我們 人口預期寿命愈高 需要長期照顧服務一定愈來愈高 必然 到今天我們未有任何東西 可以治好亞視症癌症 這一堆的人士 因為我們科學上 醫學上做很多研究 其實到今天都是不可以治好 有個Alzheimer病毒去到8年至10年之後 一定要需要人照顧 所以強壽直接帶來 肯定Alzheimer病毒會更加多 所以我們不能不略這個所謂 人口的年成群不同的改變需要 另外很重要的就是 家庭和社區支援的關係 簡單地說 我們是未來 未來是20年之後 還有多少人是獨身的 還有多少人結婚之後 沒有子女的 我們所謂的貓狗族 貓狗族之後 你真的有需要照顧 貓狗是怎樣照顧你 可能舔一下你也不頂的 陪到你最後那程死了 都在陪著你也不頂的 不過沒有了現時 Terry說 你現在有六個子女 你來時有沒有 未來的 不是在座的 我們基層的市民 其實 我們在說沒有退休保障 沒有退休保障的人士裡面 其實很多人都未必一定有子女 未必有結婚的機會 這就是正正的 我們也需要考慮 所謂長期照顧裡面的 那麼多人 我們也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就是變數 令到有影響 經濟狀況 你經濟好些 即是說我們請工人的率高些 容易些 那麼多人 我未來所謂Baby Boomer高些 其實我們以往服務的壽中 其實5%有經濟能力 未來說真的 財座的都進入65歲以上 是25%有所謂的經濟能力 我們好像怎樣去改變社會的規劃 他臨時這麼說 我們有些很高質素的老人院舌 他寧願自己進入老人院舌 這個選擇是改變整個社會的趨勢 健康狀況 我們可不可以 即是他沒有病 其實沒有病 就不用需要長期照顧 我有時接觸的朋友 100歲都不用入老人院 因為他沒有什麼病 我們保住這一堆的人 我們怎樣令他沒有病 沒有病 又沒有痴癌症 這樣就最好了 但是又不行 我們30%人有各種不同的慢性疾病 因為慢性疾病的控制很重要 其實香港有什麼困難在哪裡呢 我們對醫療很不行 醫療只是說去治病 我們沒有什麼疾病的控制 管理 這個很重要 我們醫院管理局 這麼多年搞家庭醫學中心 其實都只是治病 不是幫他管理的疾病 不是幫他管理的疾病 病人仍然拿著15-20種藥 回家又吃又不吃 他們不是去控制自己健康狀況 這個其實很重要 另一個就是我們人口老齡化 對長期照顧服務的挑戰 當然未來就是我們雙倍以上的 即65歲以上的人口 再更甚至85歲以上更加高 我們更加需要我們掌握人口的改變 我想所有的人都需要掌握人口改變 一個服務提供者 要知道哪一類人是你最需要去提供支援的 未來結構性的改變 其實社會更加需要照顧基層的市民 如何支援一些有能力的人 去做一個自己的選擇 即是說未來的25%的人口 他有經濟能力 不要讓他浪費到其他地方 而他經濟能力的人 有經濟能力的人 如何可以自己賣一些服務 可以幫到自己去一些他最需要的人 所以這些都是很需要我們去做 更加重要的是我們的服務規劃 服務規劃就要應相應的人口結構性的改變 去做 也是實證為本 即全世界都有做一些服務規劃 我從來的醫生就覺得 我們醫院管理局很失敗 我們醫院管理局成立之後 楊永強醫生就說 你不用計劃的規劃 我們多做一些管理規劃 每人多跑一步就行了 所以過往20年沒有計劃了任何新的病床 到今天就說要2000億去建5000張病床 我們這些醫療的朋友 在公立醫院裡面做到吃了腳 接著就影響整個社會 這就是我們規劃的重要性 我們面對這個我們怎樣規劃 所以我們有個長期照顧服務規劃 關注組 南宇喬一會兒你慢慢說 這個是重要的 社區照顧的規劃 時間不是很多 我很快就說完了 其他地區的推動社區照顧服務方案 其實我在90年代 去澳洲考察 澳洲那時候70歲以上的人口 入住長期間的藥幕是6至7度 政府承諾了一個很重要的承諾 我不想再入住院舍的上升 所以投入極大的資源 去提升社區照顧服務 香港的所謂老人平股組 都是參照澳洲在90年代推行這個 怎樣令到老人家有 照顧需要在可以的社區裡面生活 甚至提供 延長時間 每兩小時有個家庭工作人員上門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思維 如果香港做不到一件事 很難說 怎樣在社區照顧服務 replace這個院舍服務 這樣就… 叫我說我不夠時間了 社區照顧服務 是否能夠解決長期照顧服務不足 當然一定不夠 那我不詳細說 未來我們可以走什麼路 其實第一件事最重要 就是一個所謂科學的研究 我們香港的政策 很多時候不是根據一個客觀的科學研究 而去做 反過來我們說是跟錢 錢沒有我就不做了 所以不敢做科學研究 好嗎 那我從公元2000年做了scanable之後 沒有政府能夠這樣拿出來 每年說有多少人通過scanable 有多少需求 這些業界是不知道的 這個也是缺乏了… 其實如果我們的數據更加透明 高度透明 就是我們可能… 坊間可能… 想一些方法去應付都不一定 所以這個是重要的 那麼… 剛才Terry說質素很重要 為什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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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去呢 就是質素不… 他擔心嘛 那些人排入… 林醫生的老人院才肯進去嘛 是不是 是不是 對不對嗎 或是拍東的老人院才去嘛 那這是事實嘛 質素不好嘛 你有一個大機構在那裡 當然是擔保質素的問題 所以… 另一個呢 我們對所謂疾病論殘疾的 那個… monitoring 很重要 我們沒有這個機制 知道我們有殘疾多少 其實醫院有很多數據 如果我們有系統去看到 那個人口的殘疾改變 其實就… 協助我們幫助 那最後呢 就是講錢 財務安排很重要 就是說 我們怎樣令… 更重要呢 未來一定令到在座的人 你需要長期照顧服務 不再需要輿大政府 有什麼方法呢 其實有些地方有長期照顧保險制度 或者長期照顧的一些 這是年金制度 這些全部都可以實施 減低依賴政府的可能性 這樣就… 我過了… 不好意思 我過了五分鐘 謝謝大家 謝謝梁醫生 請到台下就座 接著我們有請陸博士 幫我們在社區環境方面 分享一下今天的題目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是代表一個新的協會 跟大家講一個環境配合的一個主題 我們轉一轉 剛才聽了很多醫生和主席說 很多服務的方面 這次我的PowerPoint主要是圖片 所以文字大家不需要太過擔心 我們可能會遲些發出一段 文字給大家慢慢詳細看 剛才各位主席和醫生都說過 很多關於服務的配合 在環境方面 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不可以缺乏的元素 我們是一個新的協會 我們的主題 我們有一個特別的角色 稍後跟大家介紹一下 但因為時間關係 我會將今天的介紹 分成三個部分 家居、社區、縣社 但沒有可能全都說 我想請問在座 對哪個題目 比較想多些資訊 譬如如果大家對縣社的題目 的資訊比較有興趣 可否舉一舉手給我看看 家居呢? 家居的資訊呢? 家居比較多些 社區一定會說的 社區一定會說的 因為待會看到我們不會分開的 現在是這樣 我就不說太多軟社了 但首先介紹我們 為何我們會今天跟大家說 這個環境的設計 首先環境設計 很多時候 大家都以為是建築師 或者設計師做主導 但今天的訊息不是這樣的 但其實這個環境設計 是大家一起做主導的 大概兩個月前 在建築署 我對著500個建築署的建築師說 建築設計 不是再是建築業的專業 待會大家聽完我的介紹 大家可以反省一下 而是很需要大家 在每個人的崗位上參與 我們的學會最主要是 聯同建築師 治療師 和一個外國的機構 澳洲的機構 我們叫做Exis Consultant 就是一個通達顧問 去做新的號碼 我的角色不僅是一個… 很多時候聽過一個通用設計 或者無障礙設計 不僅是這樣 我們有一個重重的角色就是 我們希望將這個老齡化的設計 或者甚至乎一個 Psychosocial Supportive Design 就是在一個… 就是在一個心理學上面 或者在環境學上面 可以怎樣對一個人體健康 我們做一個跨學科性的研究 去倡導一些設計的概念 這裡不詳細說了 首先大家都很認識 環境設計 一定聽過這個無障礙設計 在這裡第一個概念 想介紹給大家的就是 無障礙設計再衍生 再高一個層次 就叫做通用設計 這方面大家都應該可能接觸 通用設計 我們在大學 包括廣大、理工 很多大學都說過這件事 有些是設計本科也有介紹這個 但我們最重要的 我們今天的角色 就是想跟大家說到 在這些設計一路再升華上去 我們應該同時考慮到 長者的友善設計 甚至乎到了一個地步 在外國現在變成一個主流 所有院舍 待會不會說太多 因為大家好像時間不為興趣的問題 這是一個主流的設計 我們首先第一步 接觸基督教教育中心 就是因應這個院舍 院舍的院有的老齡化問題 而衍生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為什麼這麼重要 就是那時候我在設計上 我們達到一個無障礙 一個通用設計 但是院舍方面 當你們每一個院舍 院有的老齡化的時候 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 由一個正常老人家 去化到一個什麼地步 用你們中心的一個例子 景臨安老院的例子 初初院舍 院長和我講 溫院長和我講 初初入院的院舍的院友 腦退化的程度 或者發病率 大概是10%左右 到現在大概十幾二十年 做主要翻身了 有一個非常非常主要的服務空間 缺乏了就是 院友由10% 已經升到一個半是有女套化的症狀 但是環境能否配合呢 當然不能配合 那衍生一些很嚴重的問題 譬如公公走了婆婆在床上睡覺 這個問題很嚴重 不開玩笑 我們在環境上是可以配合的 這個不太長說 剛才說了我們從非常自由設計 到宇宙設計 一直這樣上去 其實也跟我們大家都很熟悉 一個聯合國殘疾人士的公約 就是我們把所有的障害 都視為一體 那老齡化是甚麼障害 我問回醫生 這當然是一個機能上的衰退 所以我們在設計上考慮 不應該再停留在一個非常自由設計上 這是給專業人士看 建築師看得明白 我們叫做非常自由設計 想昇華到一個宇宙設計 到最終我們希望做一個宇宙設計 甚至如剛才說到 是適合老齡化 甚至乎腦退化的人 都可以在這個環境上得到適當的配合 這個配合 再稍後最後 我的論點就是 將這個環境配合 達到一個有治療的效果 剛才梁醫生說過 腦退化症暫時未有些很有用的辦法去控制 或者醫好 暫時是醫不好的 我們在英國多方面去支援這件事 待會環境設計就是其中一個方面 首先大家對家庭的居家安路的概念比較有興趣 所以可能要在這裡說多一點 這個概念其實在外國二十多年前已經開始有了 其中一個最早在這個方面做得比較透徹的就是英國 英國二十多年前已經開始有一個Lifetime homes 其實這些資訊大家在網上已經找到 因為所有的網站都是由政府做推動的 所有的資料都公開的 來到澳洲 澳洲比較近期一些 澳洲也是基建於剛才英國的Lifetime homes 當然自己改名叫Liverable housing in Australia 這個就是我們在香港比較熟悉的 亦是澳洲當年的學會 香港和我們成立了這個我今天代表的學會 和大家分享這個環境設計 大家都看到這個所謂Liverable housing in Australia 不是單是針對這個老齡化 老齡化是其中一部分 就是讓所有不同有需要的 包括小朋友的家庭 或者其他有需要的家庭 坐輪椅的朋友都可以用到 回到我剛才所說的概念 就是無障礙設計 通用設計不應該再停留在一個通用的階段 應該是包含了所有 包括老齡化 包括甚至乎 這個腦退化症的長者的環境上的需要 而做的 在香港說這個家庭的設計 我一定要稱讚防協 雖然今天沒有防協的人 做得比較好 真的是防協 這個指引在200多年 大概2004年已經出現了 但業內沒有很多人參考 正在防協自己做的 這個指引其實做得非常好 他們有很多很突出的 做得比較好的地方 其實這些大家都可以實體 例如去Tenner Hill 或者去Joyful Place 去看防協的示範單位 詳細 沒什麼地方會… 對不起,回去吧 沒什麼地方會有一張椅子 在Lobby 只是防協的房子有這些地方 而且沒什麼地方… 回到剛才那裡 去洗澡 不需要一定是那個門檻 你看看所有本地發展商的房子 你找找哪一間會做這些事情 真的很難得 責任他們之後 他們也有一個… 其實他們對家居安全 有一個比較深入了解 你可以直接上去一個ERC的網站 叫做ERC Aldry Resources Center的網站 去進入你自己家居裡面的環境 他會給你一個分數 這個也要賺錢 但我們在香港… 有這麼多東西,夠不夠嗎? 其實仍然不夠的 最主要的問題是什麼? 2012年我們跟平基會 以及建築師學會 將一個問題提出 其實我們發覺的問題就是… 在這個環境設計上面 我們看到在1997年落成的樓宇裡面 很大部分是不受現金 所謂的一個無障礙設計指引的限制 就是1997年之前落成的樓宇 其實它的可用性是非常低的 當時2012年開始協會和平基會 開始倡議這件事 大家應該記得 由2010年開始到現在 很多圖書館、醫院都翻新過 很多無障礙的設計 但我們覺得仍然是不夠的 為什麼不夠呢? 其實這個問題是業界很清楚的 我提出了一段說話 這是2016年也挺新鮮的 是我們建築業的代表 在立法會上提出 我們大家都認為 最不夠的參與是什麼? 私人市場 私人市場參與 我們不能帶動私人市場參與 我們有什麼方法去帶動私人市場參與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特別 在座我們有幾位主席、幾位會長 我們稍後看到政府其實做了很多事情 也支援了很多 但是公營和服務一樣 環境配合、公營的東西 大家在香港住在公營房屋的人數 是少於30% 大部分80至70%左右是住在私人的屋苑 我們如何配合呢? 當時張炳囊人局長的回答 就是叫我們去看 Berry Free Design的章節 第六章 是建築師 我們在香港做了不久 10年建築師 是從來不會看的 但是我們有一個進步的空間 就是勞福局很幸運 給了我們一個資金 我們會和一個NGO合作 做了一個我們叫做Easy Home的項目 就是把剛才那三個 跳過去這篇章 剛才那幾個 Lifetime Home 和其他的 Liveable Housing Australia 和其他的 包括腦退化症研究出來的 設計項目的原則 融入了在這個計劃裡面 我們做了第一步的計劃 這是分級的 這個計劃可以在網站上參考 如果待會大家有特別的問題 就可以再在環節上問 有一件事一定要提出 就是剛才我們提到 香港私人的參與是很缺乏的 在外國他們是怎麼做的 外國Liveable Housing Australia 雖然不是做得非常成功 但是也有相當的成就 他們很強調 社會支援和工業的參與 這些全部大的 梁醫生 可能你也認識 Lennies Murvic Glockon 這些都是大的建築箱 不會比場實 不會比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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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的參與性很強 他們是推介 主導做的事情 當然他們私營的目的 亦有私營的一些要求 這些是大家 公營和私營的一定要配合 例如可以多給一些 我們叫做優惠 給他們更多一些GFA 即是地積的比例 都可以有一些誘引 令他們參與 說回環境的配合 這個應該大家都很熟悉 WHO對於環境配合 大家可以留意到 有三項都是環境上的配合 在香港的環境上的配合 其實做得不錯 這是引用社聯的 其中一張照片就是 升職資源中達 由2015年到2016年 有四個有線社區 已經增加到八個 這是一個好的前奏 然後大家剛才提到 我們在2012年開始 做了很多事業區上的改建 政府也在2016年的施設報告 答應了很多事情 這些有沒有落實呢 是有落實的 包括一些大的長者設格 暫時還未見到 但是籌備中 有很多公營機構 包括西加文化區 都會有這些設施 一些大型的設施 都多了這些細手間 方便長者或其他需要人士 用這些扶手 其實這些細手間在外國 是一定要有規定的 為什麼香港還未有 一些比較特別的座椅 大家可以去戲院或在座 現在的扶手 如果大家有行動問題 還有一些行動問題 站不上去 他們怎麼起床 他們當然有輪椅座位 但有多一個選擇 就是他們有一些可以開扶手的座位 讓他們走 過馬路 其實香港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有很多斑馬線 但是問輪椅的朋友 斑馬線對你好嗎 輪椅朋友不喜歡斑馬線 就是迷你的斑馬線 基本上行動是直過的 車會過一些石面 對一輛車來說 其實它一定要慢駛 這是我們剛才所提倡的 通用設計 大家都可以 輪椅這裏廣告比較少 但是輪椅要提一提 就是我們在接觸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的時候 都提過 我們覺得輪椅的設計 可以達到一個很大的目的就是 將軟石不僅住得舒服一點 而是對治療效果 有一個正面的貢獻 這裏有一個很實質的例子 我們叫做Mensch Mark Study 很多年前的 Roger Alrick 就是兩批病人 一批都在醫院 兩批都做完這個膽囊手術 一批都對著一張牆 一批都對著一個窗口 我剛才問過一位准港士 誰總得出軟一點 大家以為就是常識 加上醫者出軟一點 早點出軟一點 但是由於這樣的發言 引發到 學者做了一連串的實驗 一連串的研究 證明了其實很多環境 都直接影響到 醫院裏面的患者的效果 包括他用多少藥 血壓 血糖 心跳 或者他的瘡症 或者其他Quality of Life的指數 都會影響到 這些全部都是由老神經學科證實 然後我們總結了 這裡就是總結 總結了這些理論 我們做了一個 我們叫巡靜設計的設計方案 我們有巡靜醫學 有巡靜護理學 也有巡靜的設計 一個巡靜設計 就是基於剛才所說的研究數據 在這個鋁腿化症 我們很強調 為何我們要強調各位參與 好像在鋁腿化症院有方面 我們不可以單用藥物 我們需要行動 我們亦需要環境上的支援 我們幾方面一起支援 就可以幫助到這批 最後總結 回到剛才我最初所說的 設計不再是我們建築師的主理 為甚麼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在這個設計方面 當然宇宙設計是一個設計師 是坐輪子的設計師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說 是在這個設計為Dimension 的掌門人幾位 一個是臨床心理學家 一個是社會學者 另一半是建築師 一半是社會學家 所以大家參與 對於這個設計師的重要性 是非常強的 總結了 有一個叫我們10個 Dimension care facilities 這個每個 我不會說一下時間關係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之前和老退化症協會 大陸群醫生和其他醫生 舉辦了特別為 軟射設計的 SD講題的講座 如果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回到我們網站 搜查相關資料 我今天和大家介紹的就是這麼多 有甚麼問題 歡迎大家問 多謝各位 謝謝陸博士 請到台下就座 最後我們又聽聽同工的角度 又有甚麼意見 有請男女士為我們分享 各位同事 我們今天 我是最後一位講話的人 我明白大會的心意 因為我很多時候都超過 最後一個不會阻礙其他人 第二 唐姑娘一直都問我 你有沒有power point 問了我幾次 我一次都說 先想想想 未知 今早我很決斷地回答她 沒有 因為我沒有power point 也沒有甚麼 point 所以我想我乾脆和大家討論 分享一下 她都明白 我放在最後 也有一個心意 就是除了擔心我overrun之外 也都是 剛才各種在開始的時候 已經提了我這個責任 我就是要負責 去講一下 從使用者的角度 從一個權益的角度 去衝擊一下大家 衝擊一下大會 所以我就想 不如我乾脆說 就這樣 會更加能夠到位一點 說這些事 也因為今天 林醫生在這裡 她都會一直留下來 所以很開心 可以有機會跟她對話 所以我除了說服務之外 希望從政策層面 去講一下未來的家居 和社區照顧服務 的一個政策層面的一些想法 我一直在這裡 考慮一下今天 究竟說什麼 有個好處 因為最後說 就是聽前面的人說 然後再補充 我一直看大會的那張海報 和剛才坐在台下的時候 有一個感受 我就想 很多人都說了 我想說那些事情 我應該說什麼 我就在想 我其實跟台下 就是現在台下的幾位 有什麼不同呢 我就看了幾個點 第一就是 我是一個女性 他們全部都是男人 應該 女士的角度 會不會有一個性別的角度 在家居和社區照顧的服務裡 未來的長者人口 一直都是女性會稍多一些 會不會有一個女性的角度去說 這些服務呢 未來 第二就是 除了各種 各種又不是做港姐 做主持 之外 其他幾位港姐 都有不同的身分 我想我和林一昇教授 是一個相同的訓練出身的 是社工 也是接受過社工的訓練 不過他就有自學成 做了學者 我的身份 比較多是一個 直接服務上的社工 可能我都退休了一段時間 所以很多人都忘記了 其實我做了十五年 直接 就是家居和社區服務的負責人 所以都可能可以從一個細一點的角度 除了剛才說 從一個政策的角度 也從一個微觀一點 在服務上的細緻一點的角度 可以去說一下 還有另一個身份 就是我是未來的服務使用者 很快 很快 大家要小心留意 我是獨居的 好像梁醫生說 獨居的人 有什麼事情 身體就很麻煩 很需要服務 所以我希望可以熬到十至十五年 才去用這些服務 大家有些人都退休了 又不用這麼苦了 因為我們說了未來 我想未來我對服務有什麼要求 有什麼想法 去讓大家刺激一會兒 可以在分享的時候 可以再暢所欲言 多一些 我現在很流行說 Baby Boomers 它在改變整個世界 從小到大的時候 Baby Boomers 現在開始進入老年期了 一個Baby Boomers 應該的需要和以前有什麼不同 我也是一個Baby Boomers 所以我會從這些身份的角度去說 還有就是我今早在考慮 我做了一些政策評議 我做了多久的政策評議 原來我數一下 我做了超過二十年 在說三道四 在說政府的政策 我都會從這個 作為我們所說的開始 我會說兩個部分 每個部分很放心 應該不會超時的 都是說三個項目 我認為最重要的三個項目 去說一下 先從宏觀一點 一個政策的層面 今天我們在說未來 所以我不會批評政府 我會反而 因為林醫生也在 她是行政會議的負責成員 所以我會說一些 期望、願望、希望 未來的發展 可以在政策上 第一,我覺得 這三個願望 我都會用多字去概括它 希望三多 第一個多就是 多元化服務的需要 我們有一百萬個老人家 我試想想 幫他們在服務上的要求 有甚麼不同 因為他們的不同 他們可能是有不同的年齡 即是我們的服務 可能要配合他們不同年齡層的需要 他們可能 剛才有很多人也有談過 有不同的經濟 即是基層的長者 和一些有少許退休金的人 或者有長逢退休的人 是有些不同的 有不同的教育程度 剛才梁醫生有說過 或者Terry有提過 還有就是有不同的健康 因為我五十歲、六十歲 和我一百歲 可能健康是相當的 我以前服務過的老人家 九十六歲 走得比我快 跑山更厲害 所以健康也很影響了 而且當然自顧照顧能力 這些都影響了他們對服務需求的不同 或者他們的期望是有些不同 因此我們的政策 不能太過一刀切去發展 但我剛才梁醫生有提過 很多時候公共政策都是看錢怎樣用 我發現了政府這二十年來 有一個趨勢的安努服務 金融資金 給錢的時候 就是… 當他推了一個新的東西 一個新的服務 一個新的Pilot Project 他就令那些舊的東西陰乾 即是不再給錢那些舊的服務 或者發展得很慢很少 當那些事情還是在做Pilot 都未正式知道是否可以 就已經是這樣的 我希望未來的特區政府 不要再是這樣 譬如有些服務 我們都知道它實際上是幫助老人家 或者它在策略和方法上可以再改善 但不要再陰乾它 不要再不給錢它 其中一個很坦率地說 我想今天在座 有很多的童工都是來自這個服務 就是家居服務 甚至是綜合家居隊的童工 這個服務已經陰乾了很多年 很坦率地說 我們其實年輕的長者越來越多 他們很開始的時候 他們的需要未必就是 要一些很長期照顧的服務 但這些家居服務 實在是幫到他們 我們也不否定 一些年輕的長者 有些是有經濟能力 他們未必需要用這些 政府的綜合家居服務 但我們香港有三分一的老人家 在貧窮線下 其實當他們慢慢體力衰退 他們是需要這些服務 所以這是第一個希望 第二個多字就是一個多聽的機制 我想香港安老事務委員會成立了20年 跟特區政府一起成立 我在這件事裡也要求了20年 哪個做主席也跟他們說過 但也沒辦法可以做到的就是 我到時候 能否更多聽老人家的意見 你可以說我們也有聽的 可否是一個常規性的聽 譬如最近這兩年裡 ESPP的諮詢也挺好 我覺得 在每一個區 不同的區裏 要聽一下長者的意見 讓他們不用跑來跑去 我會覺得 其實未來我們這些服務 應該怎麼走 應該多聽老人家 或者家人的意見 所以在這裡有一個提出 一個希望和一個要求 就是安老事務委員會 在接下來可不可以 就是每一年都舉辦 一些分區的諮詢會 如果18區太忙太辛苦 起碼五區 香港九龍新界 新界東、新界西 九龍東、九龍西 這些諮詢會 讓老人家每一年都有機會 說說他們的期望 他們的想法 我想一個未來好的社會 我們也看到大會的字 希望 有希望的社會 應該鼓勵多些 夢想和願望和期望 就算未必做得到 大家都知道 錢不是天下降 大家都要再想這個方法 但起碼有得說一下 不是現在我們很多時候 都是對著自己在說 有時候很傻 沒有一個對話的情況 第三個多就是 希望多些資源 這個好像很貪心 我說的資源是 物力、人力、心力 物力我看到最近 我們剛才陸博士 有提到一些無障礙的設施 很多的安排 我看到最近我們業界好像很流行 就是在說這個樓梯機 因為社聯又設計了 發明了 然後又公開了 我就在想樓梯機是好的 不過如果我們沒有一個人力的配合 其實在舊樓裡有一個樓梯機 給老人家又如何呢? 因為沒有人去操控 沒有人去幫忙 而且樓梯機是用來幫助老人家什麼呢? 如果只是幫他看醫生 那不用了 叫醫管局臺照舊 醫管局自己做樓梯機 如果這個樓梯機是可以幫助老人家 可以在社區生活的 可以去一下公園 讓他有機會下樓 有機會做其他事情 我覺得這個樓梯機 就是很值得要大力去擴展 但是這個樓梯機 這樣是需要一些人力的配合 老人家暫時 我想你都不會放心 他自己在九樓裡操縱的樓梯機 希望我們的科技 進步到這樣就最好了 所以 在人力方面 我想我們常常都需要去考慮 我們怎樣能夠在這個業界裡 有足夠的人力的發展 在人力方面 我又去到一個說心力的問題 一個夢想也是說了很久 我自己也很努力在過去的十年裡 去嘗試去做 不過一個人單打獨鬥實在是很難的 所以 或者在這裡可以大家談談 或者在政府考慮一下 我們常常說人口老化的社會 我們都要對長者有一個正面的觀念 我們知道怎樣跟他相處 怎樣照顧他 我們是否應該可以 應該要編制一些課程 這個課程應該沒有人去示威 我猜沒有人去反對 就是由幼稚園開始 小學 中學 以至大學 是有一些通識的 說認識人口老化 怎樣跟老人家相處 怎樣照顧一個老人家的課程 我的心是從小開始培養 去考慮 去想的 剛才告訴我 其實時間差不多了 不過最後還有三個 我覺得是個人的 一些微觀的角度想分享一下 多阻止大家幾分鐘 剛才提到 在政策上 希望有這三個層面 我希望有機會 可以 跟政府有更多的對話 政府有更多的聽 我估計對未來的服務發展是有益的 希望在這個宏觀的層面 在當我正式需要這些服務的時候 我不需要再罵政府的服務 我罵了20年 希望在將來不需要再罵 第二件事是一個微觀服務的層面 剛才提過 我都做了15年這些服務 未來都是這個服務的使用者 我記得有同事跟我說笑 以前就說 她說 南姑娘你將來老了 你千萬不要住回我們這個區 因為我們不想看到你來拿我們的服務 我們死定了 她說 你這麼重要的要求 我是不是很重要呢 我就會從一個社工的角度去看 我們這些服務未來的發展 我們有很多新的發展 現在有很多新油 但我就說一些最老套的事情 我想說三心 我之前有上網看過 台灣、我們中國 很多安老服務 就很厲害 有五心、六心 我不需要了 我要三心 三心是什麼呢 就是安心、貼心和開心 我很快地說一下這個 安心 剛才大家有提過 就是很多長者 都是由家人 或者由她關心她的人 那怎樣令到他們 可以用這個服務的時候 他們很安心呢 我想我們未來是需要很多 我們所謂 multi skill 的同事 就是護士又要懂得社工 社工又要懂得OT的東西 我們服務前線的工作人員 又要是一個萬能的管家 最好就是不用經常轉來轉去 令到家人很安心 一個我們經常面對的衝突或者困困 就是在服務裡面 就是因為我們經常的資源很不足 林醫生最開始的時候有說 我們的定位應該是支援護老者 但是我們的同事經常有一個心魔 這個心魔我不怪他 因為其實我們服務的資源很不足 所以令他有這個心魔 就是我們永遠都是給得很mins 因為我們可以服務多幾個人 我記得以前有一個在服務上面的故事 就是有一個家人 就說我其實想休息一下 就是你可以假日 星期日 某一個星期日 他只是要求提供一個服務給我 就是給我的老人家看著他 因為我想休息一下 我們的社工 跟社工大作戰了很久 因為他休息一下 濫用我們的服務 同事也要放假 我後來跟同事用一句話 大家諒解了 我就問同事 你喜不喜歡打麻將 他說喜歡當然是打 星期日打 我說如果那個家人 只是要求不要多說 一個月一次打麻將 就是讓我們照顧他的老人家 他打麻將 休息一下 你覺得這樣是不是很高的要求 是不是很不行 是不是濫用了我們的服務 同事就沉默了一會 做就做吧 我就會想 我們如果真的要去做一個支援定位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心態上 是不是都應該要自己也收拾一下呢 我們的資源上也可能要有這些空間 給同事 剛才已經圈了很久了 所以很快就說完 第二個心就是要貼心的服務 我想服務有選擇是需要的 而且服務是否可以商量呢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現在的服務很簡單 我們編了 我們編了服務給這個客人 於是我們就照行 那客人是否可以跟我們 談多一點的要求和服務 我最近也看到應用科技 最近有去看長青的科技展覽 我們香港也開始用很多機械人 有很多不同的機構 其實是不錯的 我看到其中有些機構 用一些機械人來跟老人家 教他們做運動 我就想 剛剛今天的主題 未來我們的服務是需要的 現在我自己就想 可能那些老人家 也未必很習慣 有機械人來做運動 但是在未來為什麼我覺得可以呢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這一輩的人 每天都抱著手機 每天都是用手機對話就可以 所以他們將來都可以跟機械人做很多事情 但是這個要先發展一下文化 最後我想說 服務其實 當然我們要照顧很多他的醫療 服康的情況 保持到他的身體狀況 但是我就想 如果一個人 開始年紀大的時候 可能一個很基本的要求 就是生活 就是開心 我也未必看我明天會怎樣 我的病況是怎樣 我今天是否開心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在我們的服務裏面 在我們做很多醫療 服康的照顧裏面 我們有沒有想多一些生活的質素 有沒有想多一些計劃 怎樣令到老人家可以開心一點 我記得以前我做服務的時候 做過一個練習 不過我猜我以前的單位 早前我一離開的時候 已經把這個服務走 因為他們覺得很難做的 就是我們會為每一個服務的老人家 都會慶祝生日 記得他的生日 以及記得他第一次做服務的日子 就是多謝他慶祝一下 這些其實不需要很多錢 現在的科技也可以 你把電腦都放在一個計劃 但是需要剛才說的心 就是我們需要有心 對老人家 可能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緊密接觸 我猜是在服務的發展裏面 無論現在 因為未來的服務 都是很重要 或者都是會力舊不需 無論時代怎樣轉 我想如果我們能夠令到老人家開心 我們從關心他 社會上也有一個人會關心他 令到他開心 我想能夠充分幫助他在社交 社區和社會層面 有更多的參與 我不敢再阻礙大家的時間 有機會待會在公開討論的時候再談談 謝謝藍女士 請到台下就座 很感謝各位嘉賓和我們的分享 再提提大家 在開始的時候都跟大家說過 其實今天的研討會大家都會有份說 再次問一下大家 心目中的理想家居照顧服務是怎樣的 剛才未想到未寫的你們 現在可以拿回房子卡 掃描QR Code入系統寫出你們的意見 而每一個回應 有心人都會捐出港幣10元 給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支援經濟上有困難的 認知障礙症長者接受服務 希望大家踴躍支持 另外入場之前派的紙袋裡 有一個項域 項域中有單章介紹活、樂、釋賢 四個復康護理專項服務 包括治活中心、樂力中心、適樂中心 和觸營中心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在稍後的時間掃描 項域上的QR Code 進入我們首次發布相關服務的網頁 另外,我們準備了一條短片 內容是護老者和服務使用者 對今日題目的看法 这条短片将会在休息后播出 接下来我们会有五分钟的休息时间 休息期间后面的屏幕 会播出大家透过屋仔卡 QR Code 写出的网上意见 请大家准时五分钟之后回到会场 谢谢 把时间交给郭sir 谢谢 事不宜迟 我只知道有一个订阅 就是说12点钟一定要完 12点钟完之后只剩七个字 所以很紧逼 所以大家稍后发言的时候 或者台上台下也好 简直一点 辛苦大家了 刚才五位的开场白说了一点点 不好意思 每个人都只是说了一点点提式 我知道现在还是很想说话 不过一条片带起就是说 其实家居安务问题 实在也不只是专家的意见 是需要每个人都要参与意见 我估计台下应该有些不肚不快 台下未必一定要问问题 给他们一个机会 他们说一下他们自己的想法 好吗 各位 好 还有哪位想发言 有两位 那 谁跟我控制哪位先说 原来也是我的责任 好的 大家好 很感谢今天的座谈会 其实也给我们有点反思 究竟在家居治疗服务上 怎么可以做到安心和铁心呢 其实我觉得政府是否责任上的事 其实我觉得政府是一个主导的角色 主导的角色其实真的要协调不同的部门 去做一些居家安务的政策 比如说如果我们想在医疗或家居治疗服务 可以落地和做得好一些 其实小区照顾是一个方向 不要交通时间阻止 提供服务 而且在医疗上 如果我们可以在房屋处 有一些科技 是可以令到长者不需要每次去医院 也不需要每次去排队 而是可以做到一个诊证 其实也可以减轻了轮后时间 以及减轻了飞车一个服务 但是长远的规划怎么做 其实我觉得要前瞻一点 以及要考虑多一点 另外在家居治疗服务方面 我觉得如果做到安心和铁心 一定有弹性和要很就近 如果不是的话 你不可能两个小时上去拖拖 或者居家安务大小议 我觉得很认同 你上去和他倒下便宜 你也是需要时间 但原来你又加通时间 一个小时去一个小时回 你跟着回去又要再上去 这不是一个完善的做法 也令到人力和心力拉斜得很远 谢谢 好 多谢这个符合 我们简介结原则 有没有台上的朋友想回应 还是继续让台下发言一下 有没有 上面那位刚才是举手的 我本身是一位护老者 我妈妈91岁 最近年三年也有打风 八号和手风球 他在接受改善家居照顾服务 变了打风的时间没有反送 也没有车和交通工具 幸好我和我妈妈住的地方比较近 我便走路 所以引申一个问题 就是在ESPP的时候 其实林医生在石建美那场 也有说过一些是用小区去帮助一些独居的长者 刚才提到的情况就是 比如政府或一些政策的配套是否能令到附近的一些邻居 可以在打风 就是在一些特别的情况去协助长者的两餐 如果你没有车 如果我住得近就可以走过去 如果不是住得近 要坐车根本没有加洞工具的时候 在这些打风情况 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措施 可以鼓励一些轮舍去照顾一下 即近的一些长者 这是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就是 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做综合家居照顾服务 有一个情况就是 近期接触的案件都是60岁以下 就是非长者 但其实它一连串 无论是居住、个人情绪、妄想症等等 但你知道我们改善家居 其实在编制里面只有1.5%的社工 其实我们要兼顾案件评论 每半年或是编案件 每一年都要案件评论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心力去照顾一些 护导性的个案件 你叫他去找家庭服务中心 说真的 他重新要说过他的故事一次 而他又不熟悉工作人士 其实他选择是不会去的 所以我想在未来 中学家居照服务 或者改善家居 就是我们那组织的系统里面 可不可以都会有一些专责的同事 可以做多一些计划方面的一些案件 这是一个建议 好像两位朋友都说到小区 就着这个问题 不如林医生又回应一下 究竟这个讨论是怎样的 多谢大家的意见 其实刚才大家说到长远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其实小区很重要 因为长者根本 他那个活动范围 其实都是五分钟至十分钟 步行的距离 如果我们是 将我们的服务 真的围绕着这个小区的发展 其实是帮到很多 也帮到同事很多 这个绝对我们是赞成的 所以在ESPP里面 我们都是建议 以后我们的服务 是以村为本来去发展的 无论在规划那方面 还有在服务设计那方面 不过在这方面 我也鼓励 因为我相信在当中 很多都是NGO的朋友 我们怎样开放一些 大胆一些 去真是将这些小区的发展 是能够建设起上来 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 可能服务需要多些合作 我就知道NGO界 合作的模式暂时 都不是很盛行 我觉得应该 我们开放一些 我们真是以长者为本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我们所有的服务 都是以机构为本 其实我们怎样做都不会 做到这个小区发展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很重要 第二就是创新一些 就好像刚才那位朋友所说 其实用社会资本来发展 这个都是这么多年来 就是从以前我们做CD到今天 我们都是用这种概念 那怎样能够将这些概念 能够落实得到 落到地呢 其实是挑战是大的 是的 我明白 但是可能大家常常都记得 我是安老少爷 不会不会 但可能你们不记得 我是社区投资共享基金的主席 其实我们都分了有数以百计的project 都是跟这一类型的服务有关的 怎样用社会资本轮射的关系 就是建构那个安全网 那我们在70条村里面 已经有一些留长制 就是这些其实 就是只要我们建立到 其实他们是发挥到很多功效 那些功效就是平日我们一些传统服务 就算我们怎样弹性化 我们都未必能够做得到的 就是有很多东西是轮舍 能够做到的东西 不是我们传统的服务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当然我明白的 就是不是说取代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说 一种服务取代另一种 而是说如何大家互补 那如果我自己希望有一天能够见到的 就是这些社会资本为本的建构工作 如果我们能够跟传统服务 再能够大家结合在一起 其实发挥的力量更大 所以我自己都希望 可能在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类型的服务 我们真的能够结合在一起 好 谢谢黄医生 台下有没有人 上面一位朋友 不好意思 我不是讲护脑的 是讲药的 我听到林郑财医生不是说 就是医生给药 我们经常帮到我们的 我是一个小半威尼症的照顾者 我的小朋友 他刚刚十几岁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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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叛纪 在学校 经常发脾气 学校经常说他 就是说他不行了 又带他入医院 当时我一点都不懂 好 随便 随便 都是 一直给药 一直加药 但是完全是帮不了他的 只是睡觉 外 就是他醒了就有 我可能要停止你了 不好意思 因为今天的主题 主要是说未来家庭的照顾 你会不会带到 我也想说到林郑财 就是不是说 我希望反社医生吃 不是给我们的小朋友吃 可以够做到 就是说 我的小朋友是要教导的 现在一直都是给精神药去吃 我都没有给的 就是我有医生在 所以我要讲 我也挺肯定 因为医生吸引了你这个问题 我们十几岁结束之后 不好意思 梁医生可否迟一点回答你的问题 梁医生会说 我知道林医生要早走 但是梁医生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一定会留着你 好 有没有其他个问题 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 我是SAMI SPTD 我们是基础科学院的创科公司 刚才陆博士说到做无障碍设施 我们是专门做路友记的摩扎品 其实我想很多创科公司 特别是做生育和健康的公司 跟我们都一样 不是纯粹为了赚钱的 我们真的想用科技 可以怎样去帮到一班的服务目标 其实我们一直有跟NGO合作的 一些OT、社工 也有做过一些案例 去帮他们申请资助 去用我们的产品 但是去到申请资助的时候 就会很困难 因为摩扎品不是一个必须的产品 而是专门的产品 也会跟NGO合作 去做一些长者、智能家居的示范单位 像Smart Living Hub 除了做这么离地的示范单位之外 其实创科公司 我们会不会有什么角色 可以跟社会服务的同工 可以有多些合作 去帮到一班老友寄呢 麻烦你 创科公司根据林医生的展示 一定有很多东西 可以合作 有创科公司 我可不可以呢 把这个问题 我想带到其他讲者 有点矛盾的位置 因为现在 刚才林乃福医生说 其实现在很大 很归根教的问题 根本的资源和那些 根本都很不够 现在的NGO已经做到死了 当然要创科公司 继续做其他事 但是又要做小居很多生意 林医生说 如果我再放多东西 你会死化一点 你做得到你就做 做不到 我剪不是一个问题 这也是一种要互相理解 那问题是怎样做的 我不知道教授 或者梁医生 在这方面 究竟这么多条线 哪个位置 应该是 开始了那个位置 会对整个整体的图像 会更加好一些 我试试回答一点 今天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留意 今天有一段新闻也说 香港的创科环境 少于1%的GDP 是在创科上的 我会看到的就是 我会很欣赏 尤其是创科公司 特别是社企那类 不只是向钱向创科公司 如何用他们的知识 去尝试改善长者的生活 特别你刚才提到 在政府的层面 这不是一个 那是有必要的 是一个 是一个 above and beyond necessity 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首要 如果政府不在那里放松的资源 令到真的有资源 去到这些创科公司 和NGO有一个合作的平台 去试试新东西的话 其实我们只是 在我们90年代的科技层面上 有一个挑战 我估计可以带给林医生 作为一个行政局成员的身份 政府也说了Smart City 我觉得Smart City由我做起 由政府做起很重要 政府在用科技上 要做到这个领导的角色 是很重要的 但现在我和 也在社会福利署的系统 我会觉得 那个系统已经是 战性的很重要 我不是说现在正在用 而是现在正在发展的系统 将会被用的系统 已经是战性的系统 我觉得如果政府 不是用Smart City由我做起的 这种心态去说的话 我们说其他东西 真的没有意思 如果政府说Smart City由我做起的话 无论在资源上 如何将我们现在有 几千亿的一个储备 动用部分 投资去推荐香港 用Smart City 一个科技去改善我们的生活 那个角度去看的话 如果我们不做这件事的话 其实口号喊很容易 说Smart City 或者说藏货 但你根本没有资源下去的话 没有平台的话 其实我觉得什么都不用做 有些藏货公司 看到的空间很多 到时一起合作一下 梁医生 有没有什么回应 就着这个 哪条线开始 你觉得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想 在现有来说 我认为未来发展的空间都大 不过现有来说 我认为特别对家庭护露者的需求 我们其实是不能碰触的 简单来说 那三个月发生的悲惨事件 有两个很重要的新闻 一個伯伯的婆婆照顧很久 懷疑她殺了她 另外有個婆婆就是她老公死了 她也不知道 兩個不同的個案 應該第二個就是 一個先生照顧的 可能是一個認知障礙症的婆婆 兩老的 老老照顧者其實現時承擔 很多不是政府的服務 這個其實很多時候崩潰邊緣 我們怎麼可以及早察覺到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在現時來說 我們就找不到這些人 都是這樣回頭 我們在排的期間 她有些甚至乎不肯接受服務 我們有甚麼可以令她提早知道 她危機出現的時候 有個intervention 我想這個可能在未來系統未能夠完善之前 真正正會在那些老老輔導者裡多做工作 當然肯定各不同的機構 包括社會署 或者各個服務機構 有一個很重要的責任 我們怎麼去找出一些 在家居輔導者甚麼都不用 她可能在排這些服務 有些很少量的服務 可能只是購物服務 那些其實正正是她在崩潰邊緣 我們怎麼會罵得到她 我們兩個悲劇可能都不會出現 多人的發白可能也有病死 但至少那個婆婆不會有五天之後 才發現她沒有吃東西 她有需求,在海裡 這些其實我們也希望可以做多一些 未來的工作 好,謝謝黎醫生 黎醫生也要說話 是的… 因為一說科技,我不說是不行的 因為我都知道我很關心科技的應用 不過如果梁醫生說的 其實未必需要用科技 就像剛才說的 我們輪社關係 用社會資本 其實多些關心身邊的老人家 其實已經可以解決得到 不過如果說科技的應用 沒錯,政府的政策是要到位的 特首在之前也有說過 在科技應用方面 有八個方向我們都會做 其中一個,剛才的講者也有說到 就是將政府的資料 是能夠開放 就是開放資料 我們都會努力去做到這件事 但是以現在現存的空間 其實我們都會探討幾方面 當然最簡單直接就是政府付錢 這個現在政府都會積極考慮 其實已經有一個Better Living的資料 已經出現了 那個其實很多機構都是可以應用的 另外我們還會考慮另外一些資料 即是促使在安努業裡面 去應用這個科技 但是當錢還沒到的時候 我們究竟現在科技有什麼空間 我都在科學院或者其他地方 都跟一些start up 都談的時候 都說了兩個方面 一方面就是實實際上 你能幫到一些機構 現在的運作的一些科技 所以好像我剛才也鼓勵一些機構 就是多應用科技 如果你能夠實實際上 幫到他們在工作上 因為現在他們都缺10-20%的前線的員工 如果簡言言言之 郭Sir他們就在賺錢 因為他根本有10-20%的費用 他是沒有費用的 那他可不可以用那些錢 來去做科技呢 是不是用… 不是去我總幹事那裡 因為你的科技 如果能夠… 剛才同工都說過 好像送飯是一些很簡單的工作 現在很多logistic已經是應用科技 但偏偏我們這個行業 我們沒有好好地應用一些很簡單的 其實不是一些超級很先進的科技 但其實已經藉著這些科技 就是可以令到整個logistic 是更加進行很多 我剛才說tele medicine等等 那些我們怎樣促進長者 和我們的照顧員的溝通 藉著這些科技 其實絕對是可以做得到 case management 也藉著科技可以做得到 甚至乎是我們偏僵等等 其實全部科技都可以做得到 我們怎樣match 那些user和provider 這些全部科技都可以做得到 這些實際能夠幫到機構的運作 我覺得這些會成功 即是立刻會被接受的機會會大跌 另外就是其實baby boomer的消費力是強的 千萬不要小看這個silver hair market 如果我們能夠有一些科技 真的他覺得是幫到他的話 其實我可以… 因為我最近都看見很多大公司 無論阿里巴巴、IBM 他們根本全部都是在做這一方面的market 就是target在這個market niche裡面 所以其實是有空間的 謝謝林醫生 我想向盧博士說一說 你的長者友善的設計 其實在科技元素裡面有關係嗎 其實有的 就像剛才林醫生所說的 我之前的服務機構 已經是科技創新基金的一群受惠者 有兩方面在科技上應用得特別是成功的 第一方面就在腦退化症的院士裡面 舉個例子 例如其資源 大家都可能聽過這個機構 郭醫生、天文醫師公 中大方面是做科研的 我們在這方面都應用很多科技元素 去幫助住院的院友的服務上 譬如他們晚上起床 監察他們的飲食 都可以幫助到和減輕到 護理者的人手 有很重大的幫助 另一方面就像林醫生所說的 我們曾經接受的一個分定 就是用一個很簡單的科技 林醫生所說的很簡單的科技 簡單的科技叫做RFID Radiol Frequency 大家在圖書館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應用這麼簡單的科技 跟物流管理供應署做了一個研究 最先是幫助盲人做的導航系統 大家在環境上看到很多引路徑 但有一點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坐輪椅人士的朋友可能比較清楚 輪椅人士是不喜歡引路徑的 長者也不喜歡引路徑 大家知道嗎 曾經在立法會談過很多次 就是為何要這麼多引路徑 把我們的長者壓倒 所以這個科技 我們一方面拿了一個分定 就是用一個RFID很簡單的技術 不需要鋪線的 沒有電的技術 就幫助引路徑做一個隱形的引路徑 引路徑不是很簡單 我們這個分定已經拿了 第一個使用點就是西國文化區 我們指日可待 西國文化區就在2018年年尾會落成 到時我們就會用這個分定 用這個很簡單的技術 可以在一方面應用 所以回答這位朋友的問題 資源是有的 很視乎我們怎樣運用 我之前本身的服務是NGO機構 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這方面的經驗 謝謝 這位朋友準備多點卡片 待會有很多人去下卡片 對 Rita 我嘗試大膽一點做兩個簡單的提議 剛才說科技和社工的同事 說他們的困難 在日本 口生勞動省有一個這樣的政策 就是任何的長者 或者是殘疾人士 只要他是在醫院裡面的醫生 certify 他是需要用輪椅 還有他有一個能力學識 去用電動輪椅的話 醫生會簽了一張字 他就可以在口生勞動省拿一張券 就可以去買一個電動輪椅 所以這個時間 有些同事應該去了日本 去看復康展覽 你會看到那個場地 電動輪椅 在Fivele是這麼轉的 很開心的 我覺得剛才我們提到很多困難問題 未必是所有人可以利益 但一定應該幫助長者的質素好很多 還有減輕了一個隊 一些照顧或者護老者的推輪椅 都是很傷心體的 就是各個情況 第二就提到輪舍的照顧 輔導的問題 我嘗試做一個很簡單的提議 就是每個大的家居隊加一個社工 就指定專責要做這些工作 其實我想說 很久我做服務的時候 我們的社工是負責的 去聯絡輪舍去做的 但是在今天我不會提議同事 就叫他們去死 就是他們做到現在的那麼多個案子 都差不多死了 那是不可能的 不過如果每個隊 有一個家一定是做這些工作的 我相信也可以跟社區裡的社會資本 有一個接口 有一個配套 這些事可以成真多一點 就是用Terry的說法 真的安老服務 我聽到Rita的火 你知道爭取了那麼多年 現在的香港政府 應該是最願意聽話的時候 應該就是 所以可能大家都有份 就是 我不是開玩笑的 我聽到陳志思行政會議之後 他說在行政會議裡面 說得最多代表NGO的說話 那個叫林靜財醫生 那就是給他一點掌聲 不是,NGO的代表 謝謝… 這是我需要做的 這是我的責任 社商 不過回應Rita剛才說的 絕對現在已經正在發生 我剛才說了很多CIF分的那些 就是他分社工 就是他怎樣拍下去 現在的服務裡面 但是當然你說 會不會在另外一邊分社工去做 我覺得兩方面都很可行 不過我們CIF已經用了 大概四億五千萬左右 做類似很多類型的工作 剛才Rita另外提到的一點是真的 日本是會證明的 不是所有科技產品都行 但是他要證明了某一些科技產品 就可以用他的長期護理的保險費 即是他的基礎保護計劃裡面 來支付費用 所以這就牽涉另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我們整個安徒服務的責任 是怎樣做的 如果我們的責任是有足夠的彈性的話 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得到 也都可以促進到很多科技的應用 現在我們香港沒有保險制度 所以我們在這一方面的彈性是沒有那麼大 不過我們都會盡量去想一下 會不會在現在一些測試系統裡面 是可以用得到呢 這些都可以考慮的 就像我剛才所說 在測試系統裡面 可不可以甚至乎給現金券呢 這些我覺得都是值得考慮的 多謝林醫生 再給一個回合下面的同事 沒問題了 前面這位 跟著後面第二位 你好 我是在城市大學 做一個Integrated Care的項目 其實我們的項目是 送一批護士和社工 去找一些獨居長者 去做一個共同的獨居調查 其實每個長者就會做一個半至兩個小時 其實初的階段 我們主要去做公屋獨居長者 其實都很開心 找到很多不同的生活困難 本身他們的情緒也好 或者是他們行動不變的問題 或者是我們也做了家居環境的評估 我們都會找回所屬的社福機構 去找回社工去做回跟進 雖然都知道他們要輪候一些 例如交居照顧服務也要時間 但都覺得幫到他們 我們整個團隊都很開心 但到現在我們到了一個階段 就是開始上門去找一些劏房和堂樓的住戶 我們團隊都經歷了很多沮喪 因為發現我們找到很多問題 其實都不能解決得到 例如我們找到一個長者 她中過兩次瘋 她又有失禁問題等等 很多事情都可以幫到她 但是她本身住的那間劏房 可能兩個星期之後就會被人收樓 變成她的徬徨已經遮蓋了她的所有其他困難 或者可能找到一些長者 例如血壓高、糖尿高 我們想幫她預約一個時間 去快點做覆診 但她們本身行動不變 她們住在唐七樓 她每逢上落離開的家 都要走七層樓梯 我們發掘到更多的問題 其實她們的健康、生活環境 家居的情況 都比我們之前探的公屋住戶多很多 但也發覺我們其實是想不到 用甚麼方法可以幫到她們 所以也想了解一下 其實在政府、政策等等的層面 其實有甚麼東西可以幫到這些 我們覺得她們是很徬徨 但又不知道可以 無論是醫療和社福機構 都不知道怎樣去幫助長者 有我回答嗎? 簡短回應 好,簡短回應 我已經去了劏房 對,這正正顯示了另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傳統所謂安勞服務 其實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 其實很多時候是其他的社會政策 引致的問題 就在這個安勞的問題裏面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討論 我們一個公民社會裏面 如何聚焦在一些真正的問題 而我們真的用一些方法 用一些政策來解決問題 過往這五至六年 香港社會討論了很多年輕人居住的問題 但我覺得這個某個程度上是一個危險命題 大家如果有留意 最近的樓盤在賣 怎樣幫大學生做Mortgage 40年Mortgage去買樓 我們家庭的平均人口是每年都下降的 所以正正就是香港這個公民社會是失衡的 整個討論的焦點是失衡的 我們今天面對的是居住的問題 房屋的問題 最嚴峻的是老人格 正正剛才你說的這個問題 我們很多老人格因為居住的問題 去住剛才梁醫生說的那些 質素比較差的牌照軟蛇 他們不是因為身體的需要 乃是因為房屋的需要 所以我也希望 因為我今天藉著這個機會 很多NGO朋友都在 我們帶動整個公民社會 去討論一些社會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對焦 以及我們是要實證 我們已經真的研究問題在哪裡 問題是今天究竟是年輕人居住的問題 比較迫切 還是長者的居住問題更加迫切 如果大家有很多大學教授 很多做研究的人員在這裡 我鼓勵大家做多些研究 真的有數據的研究 舉例如現在我們用縱援金入住 在我們這些牌照院社裡面的老人家 究竟有多少是因為居住的問題而入住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這個問題不要問林醫生 我問林醫生不讓你問 那位說是否有同事 大家好 我本身是個活路者 我也不知道為何會來到這裡 因為我也是在臉書上看到 其實我本身在基層那裡也不是 在高層那裡也不是 我夾在中間也很慘 因為沒有任何資源讓我知道 我可以去做甚麼 而我的媽媽 我也是94歲的媽媽 我也明白甚麼是居家安勞 其實我也想她在家裡照顧 於是請了工人姐姐 也請了10年的工人姐姐 但問題是 她說當她這次四個月前 第三次進入醫院的時候 就連工人姐姐也照顧不了 就迫於無奈要去院舍 那院舍呢 我又去一些甲級院舍 但那些甲級院舍給我的感覺 連劏房也不如 真的 還要收我14,500 那那個板間房 收我14,500也不重要 但問題是 你的員工的質素 是誰的監管呢 真的很參差 但當我… 也很感恩 我自己找到一間自負盈貴的院舍 自負盈貴給我的院舍的感覺 又跟之前的甲級有不同 但問題是 她收我12,000 OK, fine 就給了 但問題是 自負盈貴我都很明白 你給多少 你給多少 這是對的 但問題是 你們現在說家居安勞 但我連家居安勞的資源 在哪裡拿我都不知道 加上那些老人家 我年輕一點 但我都50多 我20年之後 我又不能走又不能走 我又是貓狗族 那我又如何呢 很感謝你的反應 我們其實就是需要 這類的聲音 在社會上多一點說出來 我想林教授和梁醫生 跟我們回應一下 其實我猜你做了很多很正確的事 已經在過去十幾年 而我看到你走到每一步 都是自己去到盡之後才這樣去走 偵測上其實很多東西 我覺得若我們同工 想鬆一點是幫到手的 你剛才說 我自負盈貴院社 是不是 我猜無論你 那個中產、低產、高產都好 如果剛才說 某些程度上 如果政府用一個請求人走的方式 可以濕示大嫂 部份的資助 這可能是一個好事 剛才你說請求工人的話 如果政府說 那個套餐 即是那一券 可以去到請求工人 是請受訓練的工人 某些程度上會是好事 如果我們剛才說 小區裏面有一個資源中心 幫助照顧者了解到可以怎樣做 做一個簡單的評估 上門去看看你的家是怎樣 然後將區裏面的義工團體 教會團體連在一起 他不是每天上去 但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他可以上去 給你一個下午的做其他事情 這個是可以做到 科技可以幫助整個轉移 有效率很多 有效率很多 我自己會看的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事情正在發生 但我們未曾把事情拉在一起 以致照顧者沒辦法看到 其實他怎樣可以拿到幫助 剛才有同事說過 那些事件或事件的角色 其實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政府很多時候 以前的看法 就是將這些東西當作 一個飲食項目去看 就是覺得我又要丟多錢在這裡 但其實如果我反過來 將這個當作社會的投資去看的話 其實這個投資要求的東西很大 無論是剛才說 減低了照顧者的壓力 釋放的勞動力出來 令照顧者開心點 減低了照顧者 他自己本身可能用ER 用醫療體系 長者減低了他用沒有需要的ER 或者醫療體系 其實那個幫助可以很大 我覺得挑戰很多時候 在心理上 如果政府反過來看 每一步是一個社會投資的話 其實我相信我們很多事情可以放鬆 但是業界同事 我都會給大家一個挑戰 很多時候作為執政者 我們願意走出一步 我們很多時候很固守成規 去看著我們想做的事 有時候我們是出於好心 經常擔心放鬆了 就令到照顧質素差了 但是以致我們就被現有的東西綁得住 我相信業界同工 需要多走一步 願意多取一些的威脅 去試一些新的東西 當然取一些威脅 政府是有責任的 就是提供資源 令我們去有類平台 去取得這些威脅 你問的問題都是重要的 剛才說 安導演識的質素是重要的 其實我們都在2002至2004年 政府又做了安導院社評審的先導計劃 然後也做了安導院社的評審計劃 在2005年到現在正在做 其實也很高興 剛推出的院社照顧券裡 鼓勵一些院社參加安導院社評審計劃 還有一半的資助給予他們 希望鼓勵業界去多些參與一個質素的評定 這個至少可以令到質素 除了法例以外 有一個更加好推動的質素 所以未來當然院社的質素的評定 一定會有必定的改善 因為香港所有醫院都在做醫院的評審 這個就是重要的 回到頭來問問你自己的問題 我們說Baby Boomer 中產人士 其實我們中產人士 以前中產人士是很少的 現在中產人士 未來我佔25%的中產人士 有5%的你不用幫助他們 因為他們有錢得很多 你的25%怎麼去做呢 其實就是 你剛才說的 令到他們有一個選擇 有一個所謂的彈性 就是我們未必真的需要 依賴政府提供的服務那麼多 不過就是政府有責任 令到他們有一個選擇 選擇在哪裡取得到 更甚至就是 有沒有一些財務方案可以幫助他們 就是說 在很多不同的亞洲地區 例如新加坡 都有一些長期照顧的年金計劃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如果真的要去到 你50多歲 去到女性 你50多歲 你可以活到89歲或90歲 通常都要人照顧 最後兩年而已 簡單來說 我跟朋友說 你儲24個月的糧便可以了 就說你現有的 就要住在林醫家 林醫生的院舍要收多少錢 是4萬至5萬的 是不少的 其實我一定要強調 一個高質素的護理不是低價 因為人手很重要 人手的質素 現在香港的投資很不足 我們正正要提升人手的待遇 吸引多些年輕人入行 未來你要預計多少 你儲錢 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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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花太多去旅行 儲一點 最後那兩年 就可以保證 你有一個質素 不需要等 因為你那時候可以付得起錢 去入一些高質素的院舍 其實你可能存到100萬不要花錢 臨死之前就住了兩年的高質素的院舍 真的要存戶你 將來不是存戶你 都可以在家裡找到 其實你預計的錢也未必有很多 但能夠保持一個高質素 當然最好是不用住老人院 即是說 未住老人院時已經見到上帝 今天是最地上的 謝謝梁醫生 我想大家給一些掌聲 多謝台上五位朋友 我們時間關係 我沒有辦法讓他們做總結 不過這裡特別提到兩點 就是今天的研討會 你會看到其實是比較少 像以前那樣只是罵政府 我們這次看到 好像大家坐在一起 是希望做一些事情 包括我們做建設的朋友 是做研究的朋友 做一些科技的朋友 都加入這個父老的sector裡面 是為我們香港的掌跡貢獻 事實上將來的挑戰很大 亦我估計我們在專業上 是會需要自己提升自己 以及得到一個更加高的社會地位 因為這個社會就是需要大家 所以我們在這裡結束了這個環節 我知道林醫生就要離開 其他朋友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繼續參加下一個環節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郭先生 謝謝各位嘉賓 請各位嘉賓到台下就座 好,謝謝大家